注意看,男孩故意把火腿挂在大黄狗的面前 只要第二天火腿被偷吃 那么男孩就有足够的理由把他赶走 可这只看似呆萌的大黄狗却聪明绝顶 不仅忍住了诱惑,还守在一旁 阻挡了其他动物前来偷吃 一夜过去了,男孩一出门 他简直不敢相信,火腿竟然完好无损 瞬间,男孩的内心有了些许波动 这天,弟弟看到一只小黑熊 于是,他趁其不备,一把抓住他的后腿 就在这时,一只庞大的黑熊冲向弟弟 弟弟瞬间呆住,男孩和母亲也快速赶来 眼看黑熊已到弟弟面前 刹那间,一只大黄迎面而上 这快如闪电的速度,让大黑熊猝不及防 连连后退,狗狗乘胜追击 又是一阵压倒式的撕咬 大黑熊站起身来想要反抗 无奈,大黄的攻势实在太猛 最终,大黑熊还是失败的离开了 经过这次的经历,男孩对大黄刮目相看 傍晚还让大黄睡到床上 就这样,男孩也认可了大黄 白天,他们无忧无虑的玩耍 到了晚上,大黄还会陪着男孩 看守玉米地,可没想到 他们刚一躺下,小坏熊就组团偷玉米 大黄听到响声立刻起身 追了过去,瞬间小坏熊四散逃命 清晨,男孩发现自家的老母牛不知去向 妈妈告诉他,母牛应该是在野外生小牛 于是,男孩带上大黄就要去寻找 母亲提醒他小心点 因为母牛刚生完小牛,性格会变得暴躁 果然,母牛和小牛正躲在树林中 男孩好心想要抱起小牛 可一旁的母牛却以为他要伤害小牛 护牛心切的母牛直接冲了上去 男孩赶紧放下小牛,撒腿就跑 身后的母牛疯狂追赶 男孩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眼看母牛撞向男孩 大黄一跃而起,扑倒了母牛 母牛挣扎起身,可又被大黄按倒 最终他成功地制服了母牛 大黄对着母牛叫了两声 母牛屁颠屁颠地跑回家里 回家后的母牛脾气依然火爆 男孩想挤些牛奶,却被一脚踹倒 母牛拉扯绳子,继续暴躁 这时,大黄慢慢走向前去 母牛呆住了,大黄继续逼近 死死盯住母牛 母牛瞬间怂了,马上立正站好 等待挤奶 男孩拿起工具,顺利地取了牛奶 母亲见状,对大黄连连夸赞 男孩也骄傲地说 它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狗 挤完牛奶后,男孩用绳索套住一只野猪 拼尽全力,想要拉上山坡 不料野猪拼命挣扎 男孩一不小心掉入了野猪群中 一群凶猛的野猪正在攻击男孩 野猪王死死咬住他的大腿 疯狂死扯 男孩大声哀嚎,拼了命地挣扎 突然,大黄冲了过来 咬住野猪的脖子 男孩趁机逃脱 可巨大的疼痛让他一下摔倒在地 这才发现大腿已被野猪咬伤 他用手帕忍着剧痛包扎好伤口 没一会儿,前方突然停止打斗 他抬头一看,野猪群正在四散逃窜 他赶紧呼唤大黄 但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 男孩跑去查看 原来狗狗早已遍体鳞伤地躺在地上 危在旦夕 他立刻脱下上衣给狗狗包扎 想要带他回家治疗 可狗狗伤得实在太重 于是,男孩搬开旁边的枯木 先让狗狗藏在洞中 狗狗拖着重伤的身体艰难前行 一点一点地爬进山洞 撕扯的伤口让狗狗不停地哼击着 临走前,狗狗流着眼泪望向男孩 男孩向狗狗保证一定会回来救他 说完,他用木板封住洞口 一瘸一拐地朝家中走去 不久,男孩带着母亲找到大黄 母亲看到他的伤口很惊讶 这样的伤口还能活着真是奇迹 男孩告诉母亲 大黄是为了救我才被野猪咬伤的 母亲说,伤口必须马上缝合 不然就会失血过多 男孩走到毛链身后 掏下一根尾巴毛递给母亲 母亲把尾毛穿进针孔 立刻给狗狗缝合伤口 狗狗忍着剧痛 一边哼唧着一边舔势着男孩的脸颊 最终男孩和狗狗都逃过了一劫 他们的身体也逐渐痊愈 这天大黄正陪着男孩散步时 一个牛仔来到家里 牛仔声称自己是大黄的主人 二话没说 套住大黄的脖子就要把他带走 就在这时弟弟赶了出来 捡起石头砸向牛仔 牛仔的马立刻受惊 一下把他摔倒在地 看到一家人对着大黄依依不舍 牛仔欣慰地笑了 他决定忍痛割爱 把大黄留给他们 母亲得知后也露出了笑容 并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款待牛仔 牛仔临走前叮嘱男孩 最近狂犬病频发 一定要远离那些发了疯的野狼 牛仔刚走不久 突然一头母牛摇摇晃晃 冲出牛棚 家里养狗的人一定要注意看 如果你的狗狗平常也很听话 但忽然有一天 他寿性大变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了 不久前一头母牛东倒西歪 好像喝多了一样 倒地不起 母亲看到后喃喃自语 只是被狼咬了一口 伤势怎么这么重 男孩说 看状态是感染了狂犬病 说完 男孩从屋里拿出猎枪 对准母牛 傍晚 母亲把病牛拉到农场外火化 大黄也跟了出去 这边的男孩正和弟弟玩耍的时候 突然 母亲在屋外大喊 男孩拿起猎枪冲出门外 立刻朝着母亲的方向跑去 此时 狗狗正和一匹野狼纠缠在一起 疯狂的撕咬 男孩举起猎枪 但又怕伤害狗狗 不耐 实力太过悬殊 狗狗逐渐被野狼压倒 男孩没有犹豫 只听一声枪响 狗狗和野狼瞬间倒地 男孩心急如焚的望着狗狗 不一会儿 狗狗慢慢的站起身来 走到男孩身边 男孩欣慰的摸着狗狗 并询问母亲 到底发生了什么 母亲说 只见一匹野狼向我扑来 幸好大黄救了我 男孩听后 骄傲的说 大黄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狗 可下一秒 母亲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回头看向大黄 慢慢走向前 抚摸着他 男孩瞬间傻了 母亲不舍地说 如果你下不了手 那就让我来吧 男孩激动地说 大黄是我的朋友 你不能这么狠心 而且他多次救过我们性命 再没有确认他感染前 先把他关起来 我保证他不会乱跑 母亲担心家人 但还是宁不过孩子 转眼间 两个星期过去了 男孩带着母亲来看大黄 一开门 狗狗一切正常 呆呆地坐在原地 母亲看着大黄 正常吃着食物 也非常欣慰 男孩说 能不能先放出狗狗 母亲说 别急 最少要观察一个月 晚上 男孩偷偷割下一大块肉 想让狗狗快点好起来 可就在他打开门时 男孩愣在了原地 狗狗呲牙咧嘴 恶狠狠地盯着男孩 男孩放下食物 想上前安抚 可狗狗情况越来越糟 虽然他的眼中泛起泪花 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男孩轻轻地把门关上 但他仍不死心 从侧面向里看去 大黄依然扑咬着男孩 男孩不忍直视 只能默默地流下眼泪 这时 母亲拿来猎枪 男孩哭着恳求他 不要杀死狗狗 母亲说 为了家人安全 大黄必须死 如果你真的爱他 就让他早日解脱吧 男孩无奈 哭着说 他是我的狗 我来送他最后一程吧 男孩举起猎枪 不舍地扣下了扳机 这样的解脱 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久 男孩因为过于思念大黄 在征求家人的同意下 他收养了大黄的孩子 也许大黄并没有死去 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继续陪在男孩的身边 保护着他 我是一语道破 记得点赞 关注爱你们